刚刚老师们都在跟你聊有关于梦想的一些话题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样一步步去实现你的梦想的 你可以告诉我 当你开始决定去做这样的表演的时候 你都经历过什么事吗 演出商酒吧 然后跟老板谈 我说我会迈克吉逊 梦放迈克吉逊 我说非常像 他觉得那你就试一试吧 所以说你带我这先演一个星期 跟他谈好价格 然后我没想到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演出的时候可能是我第一次登台 我很紧张 或者说是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他那个酒吧的人 可能不太喜欢卖番几个讯 结果是现场状况不是很好 走了很多人 然后那个酒吧老板就非常生气 甚至就是骂我 就说你怎么搞的 把我酒吧这生意都搞砸了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你如果说觉得不行的话 你可以给我结今天这一天的工资 然后后面的几天 我可以不演了这样 但是他不但不过节还骂我 甚至还就是让他们很多人去打我这样 后来我跟他们发生争执 最后把我给我打伤 给我丢到街上 我当时我还非常气愤 我后来我爬起来蹦起来 我还 我朝那么那个酒吧那个牌匾 我还吐了口弹 我说就你这破酒吧 你早晚关门 在众人的追赶下 张一元结束了令他屈辱的第一次演出 那时候的他刚二十岁出头 放荡不羁的性格 也令他之后的演艺经历屡屡受挫 但这些仅仅只是开始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真正让他看到了光环背后的另一面 也让他与母亲彻底决裂 我听说你还被熟悉的朋友骗过是吗 是 怎么回事 当时就是他骗我去演出 当时他说那一元就是演出 非给的很高 我也信任他 是我好朋友 然后就是我骗到一个面包车上 他说你可以你休息吧 你睡觉吧 然后他说到地方了 然后我叫你 然后等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得有十多个小时吧 我下了车以后 然后我感觉不对劲 那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四处 都不着电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么独立的一个夜店吧 到那个地方以后 我想走 他们不让我走 把我关起来 我甚至跟他们发生争执 把我打伤 他们的目的 是让我每天晚上 给他们演出 白演出 不给我钱 然后给我关到地下室里边 每天就给我一小盒饭 和一小瓶水 这样被围持着 我当时感觉 我就像一个囚犯一样被关起来 最后我就想办法想逃走 但是根本没有机会 后来有一次 他们现场 因为现场有客人 他们喝醉酒 他们闹事打架 很多人都被吸引过去了 当时我就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我就打倒了 看我的那一个人 然后我就跑出去了 我就一路跑一路跑 大冬天 我当时跑的 我衣服都被树枝挂坏 因为大到我不敢走 然后当时就是 大冬天 我赤裸上身 后来就是 一直跑到天亮 我拦下了一辆货车 后来那个人 把我拉到市区 后来 我才回到家 这才算得气我 那你那么狼狈地回到家 妈妈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母亲吓坏了 我母亲觉得 我本身模仿几个军 她就非常反对 非常不同意 这一下子就是 又被人关起来 她觉得我这个人身安全 都成问题了 着急上火 后来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她捡我头发 睡着了 我悄悄着脚 刚脚一小柳 她就发现 鸡眼了吗 我当时 我一下我就蹦起了 我就醒了 我当时觉得 你可能不支持我 无所谓 但是你想把我头发剪掉 这个头发对我意味着 是我的梦想 是我的未来 是我的希望 我希望她是 留那个短头 我不喜欢留这么长头 我在之前 已经没有办法 放弃过很多梦想了 所以说今天 我不能再放弃这个 我当时一气之下 我拿着棒 我就跑了 我就到北京了 我也急了 她也急了 所以你来北京 是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那我被出行 三两天就回来了 那哪行程 那么长时间 北京你有朋友吗 没有朋友 谁都不认识 那是你第一次来北京吗 我第一次来北京 那你住在哪呢 找啊 我问的 我说哪里房最便宜 后来找着一个地下室 当时 带了三百多块钱 然后到这边来 再租地下室 几乎的所剩 都没有钱了 我每天就吃馒头 吃咸菜 甚至咸菜都没有 馒头和酱油 我都非常非常惨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 我觉得 到这边来 我想 那你来是干什么呢 你来北京是想干嘛呢 这边能够给我很多机会 我觉得我也能接到 很多很多的演出 我觉得我也能够 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但是我到这边来 我到处去走 我看到 走到大街上 我看到有演出的 有办演出的 一些商场 怎么办活动 我给人家 留个电话号 我说 我可以模仿 几个讯 可以唱歌 我非常非常厉害 怎么怎么样事 有的人就说 你走不走不 我们不需要 有的人还留个电话号 就再也没信了 所以说 这种事情 我就挨个挨个走 都有几十个 当时我非常非常郁闷 我觉得 我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 到这边来 就想象到 完全不一样 完全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日子 过了多久 这种日子 过了大概 都有一个来月 后来我就 房租交不起了 我在家室 给我断水断链 房东 框框敲我们 我在里边 在里边 假装没人 有的时候假装睡觉 怎么那么地的 最后把水 电全给断掉了 没办法 我就拿着行李 跑了 跑到外边 我就找个电话 他们一靠 大冬天 我也没带什么衣服 后来我就 那个时候非常抑郁 我那个时候发高烧 在外面冻着 发高烧 穿单衣服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非常着急 然后 当时我觉得 我这走投无路 到这边来 也找不着工作 我就发高烧 我当时 我甚至 当时我想不开 我甚至想过自杀 我站到那个桥上面 我就想往下跳 我看到 很多车 很多车 从我脚下经过 我当时想 我 我只要跳下去 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什么 这些 什么 干扰 包括这些 不如意 这些 幸亏有一个好心人 一个就是 在那个桥 那块的一个 要饭的 一个大哥 他把我 给我拦住了 给我一耳光 当时说 你 你这么年轻 是不是 你又不像我身体有残疾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理想去做 你不应该因为一点小事 放弃生命 当时我觉得 他说这话说的真对 我当时就觉得 我真是一个耳光打醒我了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 我来北京为了什么 我一定要从今开始 母亲的反对 旁人的冷眼 一字字的碰壁 一度让他有了轻生的念头 而与此同时 远在故乡年迈的母亲 面对儿子的不辞而别 也深陷崩溃 那一刻 他对儿子所有的希望 也一同破灭了 张一元在北京的四年间 到底经历了 怎样的波折与坎坷 而与儿子多年没有联系的母亲 对这一切 又是否了解呢